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在视频的灯光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录我的第一支视频 主题就是What's in my bag 那我的这支包呢就是这个 Wins的这一款Cross Body Bag 然后我是在Shop包网上做大醋的时候买的 不记得是七折还是七五折还是八折的时候 然后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一千块钱左右吧 澳币两百刀出头这样子 然后我个人买这个包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首先呢它是一个小包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长的肩带 既可以斜跨也可以单肩背 然后它后面这个肩带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也可以把它卸掉之后做手包 然后再就是它的颜色这种黄色 它不算明黄色 但是在阳光下也是非常亮眼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平时穿搭是非常简单的 你配一个这个包包它可以成为你身上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再就是别看它小 别看它小 但是它就是从侧面看它其实做成一个小的锥形 所以它能装的能收纳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就是平时你出门日常必备的东西它都可以装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包包里面有什么了吧 首先打开它这个翻盖是有磁性的 就是可以翻下去的时候可以吸在这个包身上 所以就是你翻过来东西也不会掉出去 然后我其实还蛮喜欢它这个 就是它家非常经典的这个V的设计WINS嘛 我觉得是不是跟它这个V开头有关系呢 接下来打开包包 我嘴里看到这里面就是我装的所有东西 那我们就一一来看看有什么吧 首先这个纸巾 不过澳洲这边其实纸巾不常用到 就是以防万一的 基本上就是你吃饭啊 然后去厕所都是会有止境的 再就是一个一个小的防晒 这个是奥车散的 然后随身带的原因是就是怕在外面时间久了 就可能防晒掉的时候可以补涂 然后我个人其实 我前两天在微博提到 我不太喜欢这个牌子的防晒 第一它对于混油皮来说太油腻了 第二它还会有搓泥的问题 所以就是用完了就不会再回购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被染色的 Muji的细油面纸 我觉得对于我的肤质来说到了 下午的皮肤就会变得比较的油光 有很多油光 所以细油面纸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发现如果你要刚好去照登记照什么的 你如果没有细油的话那非常惨 你就像一个你知道的 接下来这个手机 就是这是一个6plus 然后装在这个包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钥匙包 这里面我是装着所有的卡 然后外面就装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包其实是我看一个台湾苹果日报的单元 它也叫名人搜身 然后里面我就发现有好几个明星都用这个钥匙包 而且他们都说这个 这个非常经用 就是他们可能用十年十几年都没有换过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实用 而且就是怎么说 历久明星的东西是值得购入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包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挺方便的 你用小包的时候 就你里面也可以放一点零钱 进去就不用被钱包在身上了 继续看 继续看 这个透卡的护手霜 护手霜一定要带在身边 因为完全无法忍受手掌干燥这样 然后这个台湾的牌子 Diary的玫瑰Q10护唇膏 这个是看台湾的博主 我很喜欢的博主 陈佩佩推荐的 而且它这个唇膏真的非常好用 应该是怎么说 我一年四季都很爱用的一个唇膏 它里面应该是那种褶底感的 然后上了唇之后 它就会化成这种油状 非常的 滋润度非常的高 而且 上唇以后你会感觉到 可能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的成分 你能感觉到 非常非常舒服的清凉感 就有一种你的嘴巴在被呵护 在被修复的感觉 所以 我很推荐这个 这个也不贵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可以买一支来试试 不会后悔的 再来看 再来看 这是一个牙线 我已经 非常喜欢用牙线了 它比 相比牙签来说 会不那么伤牙营 然后 平时 如果你中午吃完饭之后 用一用就避免一些尴尬 你知道 这个 再来就是这个 口气心心糖 我一定会带在身边 最喜欢的这个 最喜欢这个牌子 然后最喜欢草莓味 又好吃 然后又可以帮助你去除口腔的意味 好像已经快没了 这个 Compete的这个是磨脚的 磨脚的软膏吧 之前微博上好像红过一阵子 然后 因为我是 连穿运动鞋 即使我穿了袜子 都可能会脚被磨的那一种 非常容易脚被磨的人 所以 这个对于我来说 还是 蛮急救的 然后它就是 这样子有点像 推开就是 膏状的吧 然后你 就是 擦在脚上 容易被磨损的地方 它的 持续效果 不怎么强 就临时你 涂涂还行吧 就 随时要补擦 用 随时要补擦 用起来也比较废 所以我觉得 有些时候 可能用 创口贴会更方便 接下来 好像快没了 接下来就这个 Dior的 变色 唇膏 混成膏 然后我 这一支 这是我第二支 然后买的是这个 004 橘色 嗯 没有觉得它跟那个粉色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就是 你平时可能不化妆的时候用它也不会 这个颜色也不会太跳 而且就是可以给你增加气色 所以背在身边 还 还挺有用的 然后这个包的 这个 嗯 它这是一大层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的夹层 然后可以用来 放卡呀 放一些小东西 那我是放了什么呢 首先我放了一个这个大创的 掏耳的棉棒 就是 有一个掏耳朵的习惯 所以就 不在身边不太安心 而且有时候游泳 耳朵进水什么的 也会用棉签沾一下 嗯 这是一个香水的小样 Mark Jacobs Daisy Dream 我不知道这个Daisy Dream 是不是 新出的味道 但是它 嗯 很香甜 我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然后这个是百货的这个Gift Card 看 一个伴随了我从高中大学到现在的书子 来自檀木江 啊 我们的公交卡 就是无论你坐有个电车 公交车还是火车都靠它 没有带它 或者忘记刷的话 就会被发钱 然后这个 嗯 Refresh的这个小的分装的眼药水 就是 如果你不是每天滴眼药水的话 其实用这种蛮好的 因为它就是一支你用完就扔掉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过期啊 被污染的问题这样 嗯 要偷完了 最后一个 发圈 就是 嗯 一个女生包里应该都有发圈吧 不在包里就在手上 OK 那这就是 等等我的包包就空了 那这就是我包包里面有什么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支视频 然后因为这是第一次录 所以 我肯定有很多小毛病 需要改正 所以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